好各位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 今天这个视频和正常有挺多不一样的 其实无人机测了这么多年 我自己都觉得有这么一点无聊 不是说飞机本身 而是从内容词面来看 因为每次就这么几个东西可以来抢 续航 涂船 体积 画质 连外形都不带变了 所以航拍带给我的新鲜感已经所剩无几了 可能唯一能让我眼前一亮的一种航拍形式 就是这种穿越机拍摄的 超广角 超高速 震撼人心的画面 实在是太酷了 但是对应的就是这个玩意实在是太难 太危险了 有多少人飞过 飞过扣1 没飞过扣2 而大疆特别清楚这种航拍形式的魅力 还有风险 那经过多年研究之后 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这个 大疆FPV 那先给一个结论 如果你想要体验这种FPV的特殊视角 又没有几百个小时来训练 DIY你自己的穿越机 那大疆FPV就是当今市场上最好的选择 没有之一 先从外观开始 大疆总算跳出了Mavic系列的设计 这个外观我不知道你觉得好不好看 但和那种DIY的传统穿越机比起来 确实要完整很多 至少还酷一些 整个机身流线型 然后做工没得说 非常坚固 毕竟这么而已炸机的概率 会比传统无人机要高很多 所以除了坚固的机身 你会发现许多部件都是可以快速更换的 那甚至在盒子里面 大疆就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副备用奖 这个意思其实已经非常明白了 那续航的话它肯定是不如传统无人机的 在20分钟左右 但相比一般只有10分钟以内续航的DIY穿越机 已经算是非常持久了 至于云台 毕竟是FPV 也就是第一人称视角 画面不需要保证水平 所以大疆采用了一个单轴云台 加上Rock Steady电子防抖的逻辑 来确保画面稳定 这个和Osmo Action的稳定逻辑有点近似 但这个单轴云台其实非常有用 很灵性 因为上下的颠簸通常会需要电子防抖 大幅度去裁切画面 有了这个硬件结构以后 FPV总算能够在画质稳定 还有视角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这一点确实没得说 现在我们来讲讲画质 这次大疆FPV支持最高4K 60fps 15毫米超光角的镜头 2.3英寸的传感器 比现在手机传感器都要小一些 同时它支持记录低CNilect的Gamma曲线 说中话 就是能够记录更多的高光 还有暗部细节 后期也更适合调色 虽说参数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但实话说 它的画质比我的预期还是要低一些 我觉得语气说不如直接看画面 我们对比了手上的Mavic Mini 2 Pro 2 以及Otimal Action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画质大概在哪个水平 我觉得跟Action的相对来说接近一些 反正在阴天画面肯定就没法看了 但只要阳光明媚 它还是能给你一些不错的结果 简单来说 如果你特别在意画质 那你还是买一台标准的无人机 或者自己DIY穿越机吧 毕竟大力出奇迹 你看国外的老哥连Red都能放上去 这个太刺激了 直接梭哈 这才是真正的勇士 那这台FPV 我觉得它更多的带给你的 还是让你享受飞行本身的乐趣 我先说 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 从来没有玩过穿越机 因为我害怕 我觉得太危险 大家非常清楚 要想要人消除疑虑 必须要在安全性上下很多功夫 那FPV自身拥有前世 还有下世避障 那相比大江之前的无人机 它的前世避障要明显灵敏很多 在很远的地方检测到有碰撞风险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橙色或是红色的警示 并且主动降低速度 那在遥控器上 你也可以看到有个急刹的按钮 那这个无论在任何模式之下 只需要按一下 就能够急刹立刻全停 飞行模式的话 现在有三种 N、S、M、S、M 对应的就是标准、运动还有手动 那在M档模式下 飞机最快可以飞到140公里每小时左右 那只不过国内限制在100公里每小时 那百公里加速2秒 那哪怕是标准档 也是使用最多的档位 最快也有50公里每小时 这已经非常夸张了 百公里2秒的速度 比所有的超跑都要快了 所以我强烈建议 买了这台FPV以后 要好好跟着大江的教程走 千万不要偷铁 安全真的第一 大江也考虑到 你没有这么多飞机来让你炸 所以他们做了这个FPV的模拟器 我觉得非常好玩 其实没事就可以在手机上练一练 毕竟这个玩意特别需要熟练度 你需要快速分辨出它的方向 还有姿态 才能够慢慢开始做一些花式的操作 其实我觉得这次让我最震撼的地方 是这架飞机的图传 还有这个眼镜 毕竟飞得这么快 对图传的要求特别高 这次大江升级了DJI FPV眼镜 还有整个图传系统 采用了Occursync 3.0版本 把延时控制在了28毫秒内 同时能够传输810P 不是1080 810P 120FPS的画面 这个最远可以达到10公里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降维打击 太狠了 就810P听起来分辨率不高 但是你要知道传统的穿越机图传方面 都是这样的画面 那大江在这方面真的是杀疯了 太猛 而这个飞行眼镜也是必买的 这个可能比较遗憾 这个东西还挺贵 但你没有选择 因为大江把数据接收运算 都集成到这个眼镜上面 这Y1的外观也非常酷 非常科幻 120Hz的刷新率非常顺滑 但这个眼镜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有个最大的bug 就是它不能调节物质 这就让我这些戴着眼镜的人非常难受 我不知道研发的工程师戴不戴眼镜 也就是说你只能一直戴着你自己的眼镜 再套娃戴上这个大眼镜来玩 不然根本就看不清 而这样戴的话戴久了 进腿会被压着 非常难受 这是我最希望能够改进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与其说讲这么多空的 还不如直接来给各位现场演示一下 就驾驶它这个感觉到底怎么样 但我建议就是不要把这个眼镜戴着头上半年 就是这样这个眼镜还是有一点重的 但这个做工还是可以 不过你把它戴上去以后 你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你像在看一个IMAX的电影的屏幕 因为特别特别大 而不都不说眼镜的革新还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是一个体感的摇杆 但是理论上你用它 就可以很轻松的来驾驶这整一架飞机 那用这个体感摇杆 其实你可以实现的就是用它单周云台 做到一个指哪打哪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用来控制这些菜单什么的都可以 但假如说你没有这个摇杆 你是只买了它的默认的遥控器 然后你想用眼镜来做调餐的话 那你就要用到这边这两个按钮 这个东西就有一点麻烦 说真的我觉得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要花一点时间 去熟悉这个菜单 才能够用好 然后当你这一切都准备好 周边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 双击这个lock键 那飞机就起降了 然后长按lock你就可以起飞 然后这边这个东西是油门 理论上你一踩油门 就飞上去了 但是我不得不说一点 就是这个东西你在飞行的过程中 你会感觉它有点陡 那是因为这个图传过来的画面 是不带防抖的 因为它系统没有这么低的延时 来把防抖做好再给你呈现出来 所以说你看到画面会有点陡 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千万不要左右走动 一走动你就会非常想图 记得我先就 虽说大将FPV的极限性能 我觉得还是不能跟DIY的穿越机相比 但毕竟它是一个标准化 机身化的东西 我就可能将来举办穿越机的赛事 这种标准化的飞机 能够更好地体现选手的操作能力 我个人其实还挺期待看到这类赛事的 那至于价格 7999元的套装价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比我想的要贵一些 而且炸机概率 它明显会比普通无人机要高 那DJI Care基本又是必满的 虽然一年两次的换行可能都不够你炸 但又是一笔开销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门槛还是有点高 就不知道大将会不会推出一个FPV Lite的版本 反正画质已经拉垮了 那不如再多拉一点 直接给我整个1080P 把价格降到5000以内全套 那就比较美滋滋了 但这个属于我纯粹一下说 就抱怨了 这台无人机说真的还是让我感受到的那种 久违的新奇感 这种兴奋感 看得出来大将花了大量的心血 来打造这么一个产品 那不得不说 真的很酷 虽然说FPV可能始终是一个小众的市场 但现在有了大将入局 我相信还是会有不少新鲜血液流进来的 那你觉得你会考虑买这样一台无人机吗 欢迎评论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大将FPV的上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务必转发投币 关注我们 这回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期再见 就和你接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